胡子佳董事長也是相信 民調的科學性的 對 他是 所以 坦白講他也是認為 他就用全民調來決勝負 因為侯友宜又不是沒有勝算 而且剛剛淑慧 私底下跟我講 其實如果韓國瑜願意搭 那這也有助於他的支持度啊 對不對 就國民黨 所謂各大將都聚龍 那現在至少 韓國瑜 所以 盧秀燕 這兩個人民調都應該很高吧 都可以幫你加相當的分數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坦白說啦 當然有些人會 懷疑民調會有1450灌水啦 等等 可是各黨都這樣啊 你國民黨自己在初選 也是用民調啊 對不對 以前你也沒有用過別的方法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就特別擔心 民調會有怕人家灌水 因為總統 只有一對一的時候比較容易 像多席次的比較不容易去灌什麼水 而且成本也比較那個 然後立委也比較沒有人來灌水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2020年啊 韓國瑜後來是初選出現的嘛 韓國瑜民調是45 對比民調 那郭台銘是27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還在民進黨 我知道民進黨是希望韓國瑜出現 不希望郭台銘出現 可是你用事後的表現看啊 你認為韓國瑜真的有比較弱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 如果郭台銘真的是出現啦 你認為他會選的比韓國瑜更好嗎 我懂你的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那一年就是碰到反送中 又最後給你搞個王立強對不對 那韓國瑜最後還撐到38.6 如果沒有這一些一大堆啦 什麼大西瓜啦 一些亂七八糟的 我認為他應該會選到41 42啦 這是一個合理的估計啦 那所以韓國瑜那個民調出現 你國民黨真的選錯人嗎 坦白講我不這樣認為 而且我發現喔 那個2016年國民黨的部分區 真的是大敗 是很慘喔 非常慘 民進黨的部分區竟然衝到52% 那韓國瑜呢 就穩住了國民黨的部分區 表示怎樣 表示國民黨政黨是團結的 所以那一次國民黨部分區也是13席 國民黨也是13席 所以我是覺得 你要看你選的人對不對 朱立倫那一次就真的出了問題啦 就是因為你臨時給人家換柱嘛 那造成國民黨內的人很多人非常不高興 那有的人真的跑去支持宋楚瑜 因為宋楚瑜拿了12% 那韓國瑜那一次宋楚瑜又來了 宋楚瑜只拿了4.6 然後也反映在部分區上面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你如果有一個好辦法 那總是可以讓票團結在一起嘛 比如說這次的初選 你一樣沒有整合了郭台銘啊 因為你的初選辦法 並不像韓國瑜2020年內這樣光明正大啊 所以你看你這一次又來了 郭台銘就不爽啊 就跑出去了嘛 那不管他的民調多少 就是6到10之間嘛 那也是你的損失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 真的啦就是會有人介入我同意啦 可是比起你沒有一個光明正大的 公正公開的程序啊 你事後流失的更多 比如說你說這樣就垂平掉 柯文哲輸了 他好歹就要回去說服他內部的人嘛 不然他怎麼說服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也要去考慮 事後的內部說服程序啦 那韓國瑜就完全沒有這問題 因為他就是這樣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有五個人參加初選 那國民黨是完全整合 不分區跟民進黨平起平坐喔 都是13席 國民黨那時候的盤沒問題啊 盤都在啊 可是你看今年 你郭台銘就跑了嘛 對不對 那2016年也非常明顯嘛 就是挺紅袖柱的 還有一些對朱立倫不滿的 就跑到宋楚瑜那邊啦 你投給宋楚瑜明明就不會贏耶 他還是跑耶 那就是選舉還是 不是只有理性看結果啦 選舉還是有情緒 有那個處理過程的成分在啦 這個就是理儀就是要方方面面都要去照顧到 就是這樣嘛 好那因為那怎麼辦 如果藍白合不成的話 那小雞很緊張啊 來看到也要選的張斯剛啊 他說說藍白整合沒有共識 那也不用把桌子掀了嘛 黨公職可以互相站台 好那但是呢 藍營的黨務人士就是說 藍白如果不合 黨中央是不可能同意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找柯文哲站台的 那回過頭來我們看到開第一槍 說歡迎柯文哲幫他站台的呢 是李明選 李明選出戰的是高雄第八選區 艱困選區啊 他對手是賴瑞融耶 好不好 所以他當時說歡迎柯文哲站台 不過這部分呢 立刻被李德偉很不滿的說 希望小雞不要太照鏡 那根據了解呢 包括國民黨的第六選區的陳美雅 就是趙天林那一區 他說接到電話 那雖然和這個 雖然知道說當選人不能 不能沒有柯文哲加持 但還傳出民眾黨可能提名黨內 另外一位議員參選 但礙於黨的政策未開放 而且避免不當聯想 雖然沒有當場拒絕 最後還是以跑突來不及的 這種技術性的理由 讓這場密會就沒了 無疾而終 那所以像這種焦灼選區 就是說在當選邊緣的藍營小雞怎麼辦 蘇惠 我同意思考講的話 就是我一直在講 買賣不成仁義債 藍跟白的敵人都不是對方 我當時就講過 國民黨執政絕對不會搞死民眾黨 民眾黨執政也不會搞死國民黨 只有民進黨執政 會搞死國民黨跟民眾黨 所以這次兩個黨要去想的一件事情 那這場選舉裡面 我坦白說 我有發現很多1450的側翼 一下子扮演柯粉 然後到藍營這邊來亂 來嗆聲對不對 一下子扮演藍粉 到柯文哲那邊去嗆聲 為什麼 他們就是要不斷的 不但要讓柯跟猴一直視君利己 而且柯跟猴互相廝殺最好 藍白互相廝殺是最好的 所以我一直在說 就是不能合作也要和諧 那希望說後面剩下兩個月 雙方都可以堆疊善意 雙方都可以堆疊善意 我以前在議會的時候 對 有些人說我是柯黑 但我一直說 我只針對市政質詢 我從來沒有像民進黨那樣子 你給我背四個堅持 你給我怎樣 你是不是紅的什麼的 這一些的 那同樣的 那總統大選也一樣 我們跟柯文哲跟民眾黨 有一些政策是一樣的 好 不如兩岸的和平和好 是一樣的 能源政策是一樣的 所以在很多地方 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甚至未來立法院都可以談好 即便總統大選 但是你說選舉的時候 能不能夠在總統沒有合作的時候 互相站台 我覺得會有一點矛盾跟尷尬 當今天藍白氣氛是這樣 假設柯文哲主席到我的場所站台 如果我遇到下面的民眾嗆他瞎 我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侯友宜由所謂聯合競選總部 我後面的大背板就寫著 唯一支持侯友宜 柯市長來 我總不能跟他講說 謝謝你支持我 但是我總統唯一支持侯友宜 這也很尷尬 所以像盧市長去幫蔡壁如 他絕對不會要求蔡壁如說 那你也要來幫我們侯友宜站台 他絕對不會的 因為蔡壁如跟柯文哲就是一體的 我們不可能因為我們 你讓他我們的票比較多 我們就逼人家拿票去逼蔡壁如說 你也要來站侯友宜的台 如果總統各自選舉後 連立委都會各自歸對 這個已經是一個必然的事實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不是一個綁架 不是說像柯市長說的 一個人綁架全部 不是的 而是當你總統都變成競選對手的時候 甚至政黨票也是競選對手 那就是大家在各方面都是競爭對手 我們的支持者也會這樣想 我不能因為自己我想要票 然後我就不顧藍營支持者的想法 讓他們說是不是他的票比較香 我們的票咧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能夠得到柯市長支持者的認同 那是緣分 可遇而不可求 但是我們到底有沒有找回 所有之前國民黨的支持者 韓國瑜的支持者 韓國瑜的支持者有非常多 不是國民黨的 我遇到差不多欽車輸機很喜歡我 他不是支持國民黨 他就是支持韓國瑜 還有海外的 所以找回韓粉 我從兩個月前就說了 找回韓粉才是我們首要之物 藍白河是一個應該做的事情 加分的事情 但不是我們的命要懸在這裡 把我們的命通通掛在這件事情 找回韓粉藍綠對決 其實國民黨不一定會輸 年輕人跟中間選民可能是柯市長 就撒卡都 國民黨不一定會輸 而且大家一直在說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 如果大家去看政黨認同度 不管是誰做的 幾乎沒有中間選民了 三個黨讓大家選 十幾 三十幾 三十幾 中間一個二十十幾的 幾乎沒有什麼中間選民了 所以不要再去說 哎呀什麼中間選民 怎樣 這樣三個黨瓜分底下 有該認同的都認同了 中間選民10%以下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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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